谁说女子不如男 就是视频中这一个长相甜美 却精通各种机器维修的女孩 她一度被网友比作工业版的离子漆 还有维修虚实等各种称号 不管是损坏的电动机 还是破旧的水泵 甚至是报废的拖拉机 她都能凭借硬核的维修技术 变费为宝 焕然一新 不仅如此 她还精通木工 汉工 宁瓦工等多种手艺 独自一人搭建凉亭 在自家院中建造池塘 甚至用一根根的竹子搭建了一座桥 这技术堪称当代的小鲁班呀 简直没有她干不了的活 这么一个花季少女 为何会选择了机械维修 这其中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故事呢 今天小旭就带大家走进云南女孩 林果儿的维修之路 林果儿今年25岁 来自云南少通 6岁的时候父母离婚 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因家庭贫困 初中毕业后便进城给人当保姆 后来在姑妈的指点下 继续访校读书 最终考入了昆明大学 成为了一名工科生 大学四年所有的生活费 都是自己和弟弟一起打工挣钱撞到的 俗话说 求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林果儿在2017年毕业后 就选择了回到家乡发展 并意外成为一名三农字媒体人 不过由于经验和技术都比较欠缺 没做多久 林果儿就入不敷出 基本上花完了所有积蓄 无奈之下 卖掉账号又选择了进城打工 在药店上班 后来不甘平庸的她又创建新的账号 好好规划自己的工作 在今年的7月份 她在网上发布了几条维修机电的视频 结果意外走红 受到了无数网友的赞美 长相甜美文件的她 却有一手高超的维修技术 被网友纷纷评论到 我要有什么样的残疑才能娶了她 这绝对是机械维修界的离子漆啊 用报废的灭火器瓶 改装成一个小型垫风扇 奶奶加90年代报废的缝纫机 在她手里也能满血复活 还改装了一番 自己过生日了 却没人送蛋糕 不过没关系 她可以凭借硬核的技术 用钢板焊接一个烤箱 烤出面包并涂上奶油 成功制作出一个精美的大蛋糕 让人看了惊叹不已 现在的灵果儿已经是一名大网红 在很多平台上都有自己的账号 每一条视频都收获无数的点赞 我们也希望她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 好了我是小旭 关注我带你观看更多才艺网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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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